他的初恋回来了 他不仅让他住进我们家 还把我的睡衣睡库给了他 当他温柔地给那个男人吹头发时 我突然明白 原来他不是对谁都冷淡疏离 我原本在外地出差 知道柳如烟今天有应酬后 我提前赶了回来 没有告诉他 柳如烟胃不好 有溃疡 尤其是最近 疼得厉害 如果应酬推不掉 我只能回去给他凹底中药 本想着给他一个惊喜 没想到给了自己一个惊吓 我用钥匙开了门 屋里亮着灯 柳如烟回来了 但我叫了一声却没有人音 只听到从浴室传来吹风机的声音 顺着声音走过去 眼前的一幕让我愣在了原地 柳如烟不是一个人 浴室里除了他还有一个陌生男人 男人身上穿着的衣服十分眼熟 正是前段时间柳如烟送给我的 当时我还说这套衣服不适合我 为此柳如烟很不高兴 他说你爱穿不穿 我怎么可能不穿 他对我的好 我从来是照单全收的 可是现在 看着这套衣服穿在别人身上 我却觉得比穿在我身上合适得多 这个想法一出 我垂在身侧的手狠狠握紧 男人面对着柳如烟 头发微湿 柳如烟点着脚尖 拿着吹风 柳生对男人说 头低一点 他抱怨道 你怎么这么高 男人闷声一笑 但还是乖乖地弯下腰 把头凑到了他跟前 透过半身镜 我看到了柳如烟脸上浅浅的微笑 他嘴角上翘 眼神温柔 对 温柔 我竟然在柳如烟身上 看到了温柔两字 真刺眼啊 我和柳如烟 从认识到结婚已经五年了 他性子冷淡 对别人冷 对我淡 好像没有什么事 能激起他特别大的情绪 他也会笑 但总是笑一步打眼底 对于这些我并没有多在理 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既然我选择了他 就得全盘接受他的优缺点 至少他对我已经是和旁人不一样了 可是现在 好像我也只是旁人 靠在门边 我的脑子很乱 但还是用最快的速度 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我在敞开的门上扣了扣 二位 打扰一下 冒着粉红泡泡的氛围 瞬间被我打乱 几步之隔的两个人 终于发现了我的存在 男人愣了下 抬头看我 眼神由茫然转为了然 他挑了挑眉 冲我一笑 带着挑衅 反倒是柳如烟 我的突然出声让他吓了一跳 一个猎血差点摔倒 他惊叫一声 男人顺势搂住他 我刚伸出的手将在原地 柳如烟粗着没看我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我收回手 双手还胸 怎么 我提前回来打扰你们的好事了 二位 你们是已经进去了 还是正准备进呢 柳如烟的脸色瞬间沉了下 一腾成 你胡说八道什么 手上的行李箱被我趴着扔到地上 那你倒不如看看你们在做什么 孤男寡女 遇事不为吗 玩这么话 一腾成 柳如烟似乎被我气狠 他瞪着我 怒目而视 一直在旁边冷眼旁观的男人 却突然上前一步 他把柳如烟护在身后 开口道 一先生对付 你误会了 我和如烟之间 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 我们只是朋友而已 你这样说自己的妻子 是否有点不合适 她的语气带着质问 仿佛我侮辱了她们 我轻笑出声 如果你非要说这么不要脸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先送到我妻子的手 软吗 好摸吗 爽不爽 男人脸色一变 一先生 你要对我不满意可以直说 没必要用这样的话说如烟 我冷笑 什么话 低俗还是世纪 你们倒是不说 但你们做了 男人气急想要上前 有如烟反手把他拉了回去 都给我闭嘴 男人不服气 如烟 就他任由这么污蔑你我 我吃笑 那不然呢 帮你骂我一顿还是打我一顿 那就更说不清了 毕竟我现在还跟他在一个户口本上 或者你们勇敢点 告诉我你们是真爱 我这人心肠好 最愿意成全真爱 闭嘴 柳如烟拉着我的手把我往外拽 我们谈谈 我没有反抗 只是回头对男人笑了些 别客气 当自己家 柳如烟把我拉进了卧室 他碰得一身关上了门 向来冷静自食的 他第一次有些失控 我往床上看了眼 很整洁 连一道褶座都没有 我遗憾的择得伤 看来你们还没来得及睡 是我回来找了 一腾成你必须 柳如烟双眼冒火 你就非要说这么难听的话吗 以前你不是这样的 我倾校出生 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的 被人戴了绿帽子还一声不吭 你想多了 我本来就出生世纪 这才是真实的一腾成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柳如烟深吸了一口气 一腾成 我不想跟你吵 有什么事我们以后再说 他是我大学同学 刚从国外回来 暂时没有地方住 今天先让他在家里住一晚 一腾成 你不要胡搅蛮缠了 我看着柳如烟 这就是你关上门要跟我说的话 柳如烟用沉默表达着自己的态度 说不失望是假的 我愿意跟他进来 是因为我对他有所期待 我希望他能在我尖锐的态度中 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显然 是我自作多情 明白了 住家里是吧 没问题 你们随意 我说完就要往外走 柳如烟拉住我 你去哪儿 我错愕地看着他 三屁 我不行 柳如烟拽着我的手猛地收紧 指甲身陷进我的肉了 真疼不疼 一腾成 你发什么疯 我用力拨开他的手 我发疯还是你发疯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柳如烟 别恶心我了 我打开门往外走 男人已经把身上的睡衣换了下来 此时的他西装笔体 人目狗量 他冲柳如烟勉强一笑 破碎赶狮子 如烟 我还是先走吧 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说完他转向我 一先生 你真的误会了 这是你的睡衣吧 还给你 他把睡衣往我手上送 在他松手之际 我往后退了一步 睡衣掉在了地上 垃圾就应该扔到垃圾桶里 给我算怎么回事 柳如烟猛地抬眼 他死死地盯着我 脸上阴晴不定 突然 他开口 不用走 你就住这里 男人眼睛一亮 但还是欲言又止地说 这样不好吧 你和一先生 柳如烟打断他 你不用管 让你留下就留下 不然你去住酒店 你住的了 男人叹了口气 还是你了解我 这样旁若无人的对话 让我意外至极 我连一个字都不想再多说 捡起地上的行李箱 扬长而去 我脚步匆匆地下了牢 梁葱一吹 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随即就是翻涌而上的恶心感 我弯着腰连连肛 难过 伤心 愤怒 委屈 我一时间理不清自己的情绪 我只感觉身心俱疲 伪装的冷静在这一刻纷纷迷袭 太荒唐了 我从没想过出轨这种事 会发生在柳如烟身上 别人都说 男人有权就变化坏 其实女人也是一样 尤其像你们家这种女强男弱的 你还是要上点心 看景点 对此我不知可否 我不在乎别人说柳如烟比我强 毕竟这是事实 但我是相信柳如烟的 我觉得 即使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要走到分崩离析这一步 也是能好聚好散的 无关爱情 只因为一个人的品气 可现实却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柳如烟 你到底在干什么 还有 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带着这个疑问我回了老房的 我记得在杂物间里有一本相册 是柳如烟大学的时候 别人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里面都是柳如烟的照片 有她一个人的 也有她和别人的 那是一份花了很多心思的礼物 我问她是谁送的 她说大学同学 喜欢你 毕竟不是因为喜欢 做不出这样的事 柳如烟没有否认 分了声 因为她的坦诚 我没有再继续追问 毕竟能伤害一个人的永远 不是曾经发生了什么 而是现如今的态度 老房子离得不远 二十分钟的车程就到了 相比较现在的新房 我更喜欢这个老房子 我和柳如烟在这里住了两年半 结婚后才搬走 有时候我心情不好 就会过来待一会儿 这里能让我放松 开了门 走进去 第一次心情如此恶劣 我很快就在杂物件里 找到了那本相册 里面的柳如烟很青涩 虽然不苟言笑 但眉梢间却是满满的青春活力 很多照片看起来都像是偷拍的 因为都是册里 为数不多的正面照里 柳如烟穿着学士服 那是她的毕业照 她和不同的人都有合照 有女生也有男生 我一张张地仔细看着 突然我的手一顿 这是一张和其他照片 都不太一样的合照 两个人离得很近 胳膊紧紧地贴在一起 男生笑得开怀 身体微微向左倾斜 女生虽然没笑 但手却把衣袖抓出了这种 虽然容貌有了些许变化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得出来 是她 照片的背后写着两个名字 柳如烟 纪博达 而这两个名字的中间 赫然画着一个小小的爱心 我是被楼上的装修生吵醒 这一夜我睡得并不安稳 恍恍惚惚的 一直没有睡沉 等到睁开眼脑子 都还是昏昏沉沉的 好半天 我才反映过来 自己在老房子里 昨天太晚了 没在折腾 我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夜 此时离我不远的地方坐了个人 她一顺不顺地看着我 目光让人无法忽视 是柳如烟 我并不意外她在这 还记得有一次 我跟她闹了矛盾跑了出去 我刚在老房子里待了一个小时 她就找了过来 我问她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柳如烟说 除了这儿 你还能去哪儿 她知道我无处可去 因为我是个多 是柳如烟给了我一个家 曾经有人问她 为什么不把老房子卖一顿 她说 留着吧 有人不高兴了还能去赌一赌 我对柳如烟的感情很复杂 有爱 有感激 我以为我和她是可以平淡地走完这一生的 叹了口气 我到浴室简单地洗漱了下 柳如烟买了早餐 我也没客气 自顾自地吃完后 我问柳如烟 她叫纪伯达 是你的前男友 相册摆在那儿 谁都不是傻子 柳如烟说 对 我抬头看着她 柳如烟 你在干吗 把前男友往家里带 让她穿我的睡衣 给她吹头发 你是在跟我真人演艺 久别重逢 余情未了吗 不管你信不信 我跟她之间什么都没有 我摇头 我不信 柳如烟沉着脸看我 半晌 她揉了揉眉心 把两张票据放在我面前 昨天晚上她睡在家里 我住在酒店 这是证据 如果你需要 我可以调监控 我和她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是事实 我没看桌上的东西 柳如烟敢往我眼前放 那就不会是假的 只是 她住家里 你住酒店 柳如烟 你的操作已经让我看不明白了 柳如烟说 她睡眠浅 有洁癖 住不了酒店 她告诉你的 还是你善解人意 柳如烟正是我 依腾城 好好说话 不要阴阳怪气 事情一件又一件地堵在心里 我已经忍到了极限 我也想好好说话 但你好好跟我说了吗 睡眠浅 有洁癖 住不了酒店 就她金贵事吧 可是 我哪次出差不是住酒店 怎么没听你关心我一句 是她既博达生来就比别人高贵 还是她既博达在你心里比别人重要 柳如烟仿佛被人踩了痛苦 疼得站起身 我已经出去住了 我已经告诉你什么都没发生了 你还想怎么样 一个一个闷雷往我头上砸 我几乎头晕目眩 扶住桌子 我尽可能吻着声音说 离婚 里面的失控已经不见了 她说 想离婚 不可能 我和柳如烟就这样陷入了冷战 我在老房子住下来 我没去找她 她也没在找我 她是怎么想过我不知道 我在等自己冷静 冷静到我能最有效率地处理好这件事 这天 她的助理给我打来了电话 学长 你和柳总吵架了吗 小姑娘是我的学妹 能力不错 当初她找工作屡屡碰壁 我就把她推给了柳如烟 这么多年 她在柳如烟手下干得很好 她很感激我 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 但却是第一次跟我说起柳如烟 怎么了 我问 迟疑了几秒 她说 柳总今晚有应酬 喝了不少 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 结果来了个陌生男人 把柳总接走了 开着柳总的车 沉默了几秒 我把纪伯达的照片发了过去 是她吗 对 小姑娘的语气里带着担心 学长 你没事吧 我倾笑了声 没事 再好不过了 看来离婚的事得提上日常了 拖的时间越久 我丢的人越大 我是个行动派 第二天一早 就找律师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我和柳如烟彼此资产独立 离婚协议书就只是个形式 在公司看到我的一瞬间 柳如烟正了下 但很快就恢复成面无表情 她说 这里是公司 有什么事回家再谈 家肯定是要回的 但不是现在 我把离婚协议书放到她面前 签了吧 趁着时间找我们去趟明证据 柳如烟盯盯着离婚协议书看了许久 你来找我就是因为这 显而易见的答案我都不屑于回答 柳如烟协议书协直接把离婚协议书给撕了 我有没有说不可能离婚 我就当没听见 又拿出一份 柳如烟再一次撕火 我继续拿 她继续撕 直到第十二份 柳如烟的脸色黑沉的下眼 伊藤成 你想好了 我吃笑一声 没想好我在这闹着玩 她把离婚协议书重重的拍在桌上 砸笔落下了自己 去明证据 我和柳如烟各自去车 我们的运气不错 今天人不多 没等多久就到了我们 工作人员问 你们想好吗 我点头 想好了 柳如烟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那你呢 想好了吗 在我看向她的瞬间 她一开了视线 她语气冰冷地说 想好了 那行 我先帮你们登记上 一个月后你们再过来领离婚证 看着工作人员低头操作 我憋着的一口气终于慢慢松了下来 就在这时 柳如烟开口 闻懂 怎么了 柳如烟看向我 伊藤成 你确定要离婚 确定 柳如烟疼的站起身 坐着的椅子被她带走 轰的一声巨响 伊藤成 你够狠 说完她头也不回 转身离开 怎么回事 工作人员问 我也懵了 只能抬脚追了什么 柳如烟 你给我站住 柳如烟 她恍若未闻 脚步不停 我小跑上前 一把抓住她 你什么意思 柳如烟抹的回头 一巴掌甩在我脸上 我直接被她给打抹了 她说 伊藤成 我在最后说一次 我不可能跟你离婚 我瞬间被点燃了怒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你不可能离婚 你在遛我玩吗 柳如烟深吸了一口气 伊藤成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就因为一件莫须有的事 离家出走 闹离婚 你觉得有意思吗 你一个大男人 非要这么小度计常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我很累 我静静地看着柳如烟 我没跟你闹 柳如烟 我是真的要离婚 为什么 柳如烟满脸的不解 就因为纪伯达 我跟他之间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为什么不信 我怎么信 我问你 纪伯达现在住在哪 你安排的地方 他是不是还没有车 所以你给了他一辆 他为什么会在你喝醉酒之后去接你 接完你之后你们去了哪 发生了什么 说着我失笑地摇摇头 其实都不用说这些 单纯内衣 如果我没回来 你们会发生什么 什么都不会发生 柳如烟逐渐烦躁 我去酒店是已经定好的行程 你如果不信可以问 我不信 这是我第二次说这话 柳如烟 我不信 现在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 拿出多少证据都没用 我不信 我不想深究你做了什么 你们又做了什么 我只是单纯地不相信你 而已 我这人最擅长断舍离 不然我也不会好好地走到现在 生活对我故人不易 我必须续会保护自己 我不会让任何东西 把我拖着往下沉 因为没有人拉着我往前走 我是孤儿 但在我出生前 我叫姨父子 我的生母在我父亲车祸去世后 才发现自己怀了孕 她不想生 情有可怜 是我爷爷奶奶求的她 只要生下来就可以了 生下来他们养 他们把父亲的遗产 和车祸赔偿款 全部给了我的生母 用这笔钱买下来 就这样 她把我生了下来 做完月子后 她就带着钱离开了 是爷爷奶奶养大的我 对于生母 我没有任何感觉 没有爱没有恨也没有思念 因为这些都是无用 只会让我痛苦 所以我舍了她 后来爷爷奶奶相继去世 那时候我在上初中 半大的孩子 彻底成了孤儿 难过 绝望 思念 我用一个月的时间 消化掉所有情绪 然后重新开始生 后来 有人要用十万买 爷爷奶奶留下的冷战 我答应了 所有人都说我傻 这明显就是亏根猛烦 欺负我家里没大人 但正因为如此我才知道 那个房子我守不住 守不住就得舍 而且 我需要钱 我得读书 我得活 于是我卖了房子 离开了从小长大的地方 现在是柳如燕 她没有在第一时间给我解释 后面她再说什么 我都不会相信 我不希望自己变得疑神异鬼 我不会这样消耗自己 离婚吧 别闹得太难看 不可能 我离婚的态度有多坚决 柳如燕不离婚的态度 就有多坚决 这样的她让我有些看不懂了 协商不通 我选择起诉离婚 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在我向法院提出起诉的第二天 柳如燕对我进行了经济制裁 她要终止和我们公司的所有合作 我和柳如燕的相识就是因为公司 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 和几个校友一起合作创业 那时候啊 戾气风发 觉得山海皆可拼 可现实却比我们想象的要残骨 我们没有资金 没有人脉 没有人愿意投资我们 甚至没有人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阐述自己的创业理 太多了 像我们这样 怀着一腔热血出来创业的人太多了 就在我们几乎绝望 准备各自找个地方上班的时候 一家公司找到了我们 他们表示愿意跟我们谈谈 我们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谁曾想 那真的就只是跟稻草 那个负责人对我说 陪我睡一年 你要什么都给 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可是他们却不肯放过我 混乱中我用一瓶酒砸了他的脑袋 我被抓了起来 那人扬言要让我牢底坐穿 那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可是柳如烟出现了 他就像的救世主 他轻而易举地摆平了那些人 把我保释出来 又派人跟我们公司谈合作 我以为他也是想对我做那些富人家的小东西 于是一颗一颗解开衬衫扣子 似笑非笑地问他 直接来了 需不需要我洗个澡 可是他却一颗扣子一颗扣子地给我寄了回去 不用这样 我问他 为什么要帮我 他说 就当我在可怜你吧 他的可怜我欣然接受 没什么好反感的 毕竟我确实很可怜 就这样 在柳如烟的帮扶下 我们的公司做了起来 可现在 他却要用这件事拿捏我 不得不说 我确实被他拿捏住了 去到柳如烟的公司 我问他 你想怎么样 柳如烟抬头看我 他说 撤销离婚起诉 我们两相对峙 他用他的平静表明了他的态度 我笑了声 就这 行 马上撤销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爽快的回应 似乎并没有让柳如烟满意 他的眉头紧紧皱起 过了半晨 他问 你什么时候搬回来 这也是条件 柳如烟的嘴唇 抿成了一条直信 行 我明白了 今天就搬 可以了吗 柳如烟把手中的笔扔到桌上 出去 得力 脸上维持的微笑 在我上车后彻底没了 我讨厌这种被人 钻在手心的感觉 谁都不行 包括柳如烟 我打了的电话 都在公司 等我回去开会 这个会议开了很久 直到凌晨才结束 但并没有达到 我想要的效果 我的想法是换一个合作方 市场那么大 不是只有柳如烟 柳如烟可以随时叫停 我们也可以随时换人 可是他们不同意 安逸日子过久了 他们求稳不求变 柳如烟开的条件足够优厚 不管以什么方式 跟柳如烟终止合作 我们都是会有损失的 他们的想法是 只要柳如烟还能合作 他就是第一选择 这话让我嗤之与鼻 原来这就叫 道不同步相为谋 看来我是时候抽身离开了 只不过离开前还需要时间 我需要时间保证 离开时拿到手的资金不缩手 于是我搬了回去 我回去的时候柳如烟还没睡 他抱着笔记本坐在客厅 看到我 他摘下眼镜 我们谈谈 我直接拒绝了他 累了 下次吧 柳如烟沉下脸 我就当没看见 直接进了特房 我不知道纪波达那晚 睡在哪个房间 我不知道他碰了什么 又用了什么 反正现在这个家里 所有的东西都让我很得意 最后 我拿了条床单在沙发上 将就了一碗 可等我醒来时却发现 自己身上盖了床被子 这令我瞬间沉下了脸 一把将被子扔在了地上 柳如烟正在厨房肩带 我立声质问他 谁让你给我盖被子 柳如烟停下手里的动作 深吸一口气 他说床单被罩全部换过 干净的 我咬牙切齿 没用 现在这个屋子里 就连空气都让我恶气 一腾成 柳如烟低齿 你过分了 他只结束了一晚 什么都没发生 你到底在闹什么 我冷笑一声看着他 我呢 等我带个女人回家 把你的睡衣给他穿 搂着他给他吹头发什么 那时候你就能赶同身手 你赶 柳如烟双眼冒补 我淡淡的摇头 不是不赶 是不会 因为我有节操 干不出这个恶心的事 我和柳如烟不慌而散 他把早餐倒进垃圾 冷着脸回了房 我也没客气 把门摔得轰隆坐下 就这样 我们再次陷入了冷战 我很忙 早出晚归 柳如烟也很忙 连续几天 我们甚至连面都没有碰上 这些天我见了一些人 谈了一些事 关于抛售股权的 如果我要抛售股权 公司的那些人应该是首选 可是他们的立场太明确了 他们并不站在我这边 为了争取利益最大化 我只能去找外人 我唯一留的情面 就是把股权分散 至少让那些拿了股份的人 在公司没有决策权 至于后期 他们要不要把股权收回来 那就是他们的事 事情谈得很顺利 随着一笔笔钱入账 我彻底从公司退了出来 他们气疯了 怒气冲冲的找到我 面红耳赤 一副撕破脸的架势 怪难看的 我给过你们选择 是你们不要 其实现在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我和柳如烟迟早是要撕破脸的 到时候也迁怒不到你们身上 而且 替我出局 你们也不是没有想过 他们目光躲闪 你不说八道 我们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了 我异性阑珊 那是因为你们怕柳如烟 不然兔丝斗烹 谁又记得谁 公司的事彻底解决 接下来就是我和柳如烟的情分 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在我去找柳如烟之前 纪伯达先找到了我 他说要跟我谈谈 我同意了 刚一做定他就质问我 你为什么还不跟他离婚 伊藤成 你没有尊严的吗 一个大男人被女人养着 你还要纠缠柳如烟到什么时候 这话让我听笑了 你是以什么身份来跟我说这些话呢 情人 小三 还是他包养的金丝群 柳如烟同意你的身份了吗 他跟我说的可疑之事 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懂这意思吗 你想当男小三都不懂 说着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眼 而且 不是我不想离 是柳如烟不愿意 你也就这点本事 纪伯达气红了眼 你胡说 如烟怎么可能不想离婚 他又不喜欢你 如果不是 纪伯达突然卡住 我疑惑地看着他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什么 纪伯达咧嘴一笑 脸上露出得意的影情 你就从来没好奇过 你跟如烟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又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保密 伊藤成 你不会以为这些都是巧合吧 你可太天真了 我问他 你什么意思 纪伯达扬眉 想知道 那你求我呀 我静静地看着他 随后吃笑一声 那你别好了 千万别说 说完我起身就要离开 纪伯达急了 伊藤成 你给我站住 我脚步不抵 伊藤成 我推开门就要出去 等等 纪伯达提高声音 你回来 我有东西给你看 我勾起嘴角 施施然坐了回去 纪伯达没了一开始的气焰 很好 这才是谈话的态度 纪伯达冷着脸 没在废话 直接掏出一张照片 把照片推到我面前 他说 这是如烟和他的养母 我漫不经心地抬眼去看 照片中的柳如烟 大约五六岁的样子 瘦瘦小小的 如果不是纪伯达说 我根本认不出来 就在我疑惑纪伯达 为什么要给我看这张照片时 那个女人的模样让我愣住了 一个久远的画面 从记忆里跳了出来 这个女人我见过 在老家 在奶奶堆满衣服的柜子 最下面那一层 压着一个暗红色的本子 本子上写着三个字 结婚证 翻开来有一张照片 照片里有两个人 一个是我早死的父亲 一个是我逃跑的母亲 我对柳如烟的家庭情况了解不多 我只知道 他的父亲和母亲都已经去世 没有兄弟姐妹 也没有庞系血亲 他和我一样是孤儿 唯一的区别是他有钱 而我是个穷光蛋 柳如烟每个一段时间 就会去给他的父母扫墓 我有提过跟他一起去 被他拒绝了 他说 不用 他的这句不用也打消了 我带他回去给爷爷奶奶看的心思 有时候我也会思考 我们这样的相处方式对不对 没有答案 我没有和其他人相处的经验 也没有长辈给我执意 最后只能对自己说一句 就这样吧 我抱着这样的态度 和柳如烟相处了五年 而现在 纪伯达告诉我 这五年只是一个笑话 纪伯达说柳如烟是孤儿 真正意义上的孤儿 孤儿愿长大的那种 但是他很幸运 在他六岁的那年 被一对很有钱的夫妻收养 夫妻俩没有孩子 对他视如己出 尤其是他的养母 对亲生孩子也不过如此 他的养父是在他十二岁的时候 因病去世的 而他的养母 在六年前得了癌症 一线癌 撑了半年也走了 如烟的养母 在临终前告诉他 其实他还有一个儿子 他对不起他的儿子 希望如烟能帮他找到儿子 并好好照顾他 你猜 那个儿子是谁 纪伯达看着我 他的脸上扯出一个迷屈的微笑 那时候我和如烟还在热恋 他突然跟我提了分手 说他要完成母亲的遗愿 可是凭什么 他明明是我的女朋友 他凭什么说分手做分手 他要去完成他母亲的遗愿 那我怎么办 依腾诚 你看你多幸福 你的母亲到死都记挂着你 他让如烟为你绑架活 可是我怎么办 凭什么你们的家事 要献祭我们的爱情 我从纪伯达那里拿走了照片 临别前他叫住我 依腾诚 你会和如烟离婚的吧 会 我说 但你确定要回收一个 把你说扔就扔的人吗 柳如烟 我们谈谈 我和柳如烟约在了家里 他比我晚了半个小时的 他疲惫的靠在沙发上 谈什么 从哪里开口呢 算了 直接了当吧 我把照片放到了柳如烟面前 所以你的养母是我的生物 柳如烟暗揉太阳穴的手将住 谁给你的 我摇头 这话没意义 我们聊点有意义的吧 纪伯达柳如烟 颓然地倒在沙发上 我该想到的 只有她见过这张照片 所以 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沉默 两久的沉默 就在我以为柳如烟 要一直这样跟我沉默下去时 她开了口 从她嘴里我听到了 更详细的泽敬 我养母是个很厉害的女人 她凭着一己之力 创办了自己的化妆品品牌 后来她认识了我养父 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养父无法生育 不能有自己的孩子 养母都提到孤儿院收养了个 就这样他们收养了 柳如烟说 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就是遇到他们 成为他们的孩子 可是好景不长 养父病逝 养母也患了孩子 说着她看向我 直到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你的存在 一腾成 我希望你明白 她一直记挂着你 她从来没有忘记我 她之所以对我好 也是为了弥补你 她把对你的所有亏欠 全部转移到了我身上 她是爱你的 她临终前最大的意愿 就是希望你们好好的 希望你们原谅她 对不起 瞒了你这么久 听着柳如烟的叙述 我一直在等待自己 情绪崩溃或爆发 可是没有 平静 前所未有的平静 节哀 我淡淡地吐出两个字 柳如烟错愕地看着我 你就没有其他要说的 想了想 我说 那就看在我们有同一个妈的份上 好聚好散 尽快把婚礼了 一腾成 柳如烟叫了声我的名字 却又没了想 过了半场 她说 你是不是还在记恨她 她已经去世了 你就不能看在 是者已是的份上原谅她 我吐出一口浊气 哼 谈不上 如果非要说的话 挺会气的 一腾成 你闭嘴 我横笑了下 行 你想听什么 我原谅她了 我爱死她了 她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母亲 我会一辈子记得她感谢她 满意了吗 如果你需要 我甚至可以去她坟前说 那么现在 我们可以谈谈离婚的事了吗 一腾成 我知道我叫什么 不用你一再提醒 柳如烟压着哄气 我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 不着急 等你想好了 我们再慢慢谈 我摆手 别 谈 赶紧谈 你说吧 你有什么诉求 你需要我做什么 我甚至可以每年 去给你养母上的 只要你跟我离婚 你放过我 现在和柳如烟说的每一句话 待在一起的每一秒 都让我难受至极 就好像吃三明治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苍蝇 而且这苍蝇只有一半 一腾成 我不会跟你离婚 我答应过母亲 会好好照顾你的 很好 另外一半苍蝇 也被我吞了下去 柳如烟 死者为大 我并不想诋毁你的母亲 是你逼我的 柳如烟皱着眉 一脸抗拒 你说你的养母很厉害 她凭一己之力 创办了自己的化妆品品牌 那你知道她的钱 是怎么来的吗 柳如烟不知道 但我知道 那是我爸的买命钱 你知道她多狠吗 我爸的赔偿款 她所有的工资收入 一分不留 你的养母全带走了 走的时候 她怕我爷爷奶奶拦着她 就假借带我出去散步的男女 她把我扔了 扔在了骨仓后面 为她拖延时间 那是冬天 我差点就死在了那个骨仓 不可能 柳如烟下意识地否认 我继续说 我不恨她 恨她浪费我的力气 她与我而言 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 可你却非要跟我强调她爱我 她关心我 她心疼我 可是 当我跟着爷爷奶奶面 朝黄土被朝天 从泥巴里刨田的时候 她在哪 爷爷奶奶去世后 别人威胁我 如果不卖房 就把我卖了的时候 她在哪 我被人霸凌 差点拿着刀子 跟人同归于尽的时候 她在哪 大二那年 我的钱被偷了 学费 生活费 一分不剩 我差点从顶楼跳下去 她在哪 何必呢 不谈感情 她是陌生人 谈了感情 她该下地狱 我得一字一句 让柳如烟的脸色苍白 我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母亲是想补偿你的 一同城 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我吃笑一声 真难为她 明明可以封衣足食 意识无忧 却还要让我这颗杀力 搓磨她的心 我可真该死 我不是这个意思 柳如烟急切地想解释 可她明显不是善于解释的人 强烈的情绪波动 让我有些难受 我抬手按压起太阳血 你们这些人可真有意思 因为对我有愧疚 所以补偿点 是我死了吗 对我有愧疚不应该补偿给我吗 她得了癌症 怕自己死不瞑目 所以把责任丢别 这样她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 至于你 你要报恩 你要还债 你要完成任务 所以你跟我结婚 我多冤了 我好奇地看着柳如烟 你为什么觉得 你对我最好的补偿 是跟我结婚呢 你是觉得我娶不到老婆吗 你倒不如当时多给我点钱 真的 柳如烟 离婚吧 我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 这是有分娩记录和出生证明的 我想证明我是她的儿子很容易 如果你还不同意 我只能打官司跟你争一场了 那一天我叙叙叨叨地说了很多 柳如烟除了一开始说了几句 后面一直安安静静地听着 我们都知道 我跟她之间已经绝无可能了 离婚是必然的 我等了柳如烟三天 她终于同意 这次是她起草的离婚协议 她给了我大半财产 还有公司的股权和其他的东西 我没仔细看 对于这些东西我并不上心 我的心理医生曾经说过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欲望 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欲望 甚至包括钱 这很好理解 毕竟我身后无人 身前也无人 她问我 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你得给自己找个最想要的东西 不然我会连生存的欲望都没有 我想了很久 然后对她说 我想要有人爱你 我努力生活 努力工作 努力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就是为了有人爱我 可是柳如烟毁了这一切 她毁了我的五年 我讨厌她 但我不能恨她 我不能让她在我心里 留下那么深的印记 我得告诉自己 她至少帮过我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 她曾救我一危难 我需要做的只是放下她 断舍离 这是心理医生告诉我 你要果断地抛下那些 拉着你下坠的东西 然后义无反顾往前走 爱你的人在前面 我和柳如烟在民政局 登记了离婚 一个月后拿到了离婚证 我决定离开这座城市 纪伯达也离开了 她说 真没意思 我这么多年放不下她 原来也不过如此 你说 我这么多年是为了狗吗 对了 跟你道个歉 掺和了你们的生活 对不起 我没原谅她 也没讨厌她 她不过是我这段垃圾 岁月中的一个路人 她伴了我一年 让我摔了一堵 我拍拍灰 站起来 还得往前走 我不回头 真英雄 同步回头 骄傲 直到我离开这座城市 柳如烟才开始真正了解 曾经的我对她而言 就是一个报恩对象 和我结婚 给我资源 给我钱 她觉得这样就行了 我只是一个模糊的象征 比纸片还单薄 她看不到我给她熬养 她看不到我都她开心 她看不到我的期待 也看不到我的失望 让一腾成和眼瞎的自己过了五年 确实晦气 直到我离开的第三个月 柳如烟才知道 我一直在看新人医生 心理医生拒绝透露病人的情况 但是她说 活着对我而言 柳如烟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但她一直很努力 她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病人 从那一天起 柳如烟开始寻找我 她不会去打扰我 她只想知道我是否平安 一年后 她终于找到了我 在一个特别小的城市 只不过我不是一个人 我手上还牵着一个 盘山学步的孩子 那一刻柳如烟面如死灰 她连夜订了机票 赶到了那座城市 她见到了我 我黑了 也瘦了 但整个人却柔和了 我看到她很惊讶 好久不见 柳如烟第一次守足无措 好久不见 她的目光总是忍不住 落在那个孩子身上 她问她 你结婚了 一腾成哑然失笑 无缝衔接 没那么厉害 我说 收养的 孤儿 柳如烟的心高高的扬起 又重重的落下 她缓缓的松了口气 竟然有种 劫后余生的感觉 也是在那一刻 她突然明白 她期待着和我迫近重圆 她喜欢我 可是我说 我以后都不会结婚了 柳如烟突然想哭 这些年 她到底做了什么 我以后还能来看你吗 看看孩子 我摇头 最好不要 否则我还要搬家 挺麻烦的 柳如烟更难过了 她突然感觉很孤独 她不想走 她想在我旁边 买个房子住下来 可是她知道 她不能这样做 她只能跟我告别 再见 我淡淡地笑了笑 各自安好吧 别再见了 我还是走了 在柳如烟出现的一周后 我带着孩子走了 我在用行动告诉柳如烟 别再找我 别再打扰我 知道消息后 柳如烟喝了一夜的酒 胃疼 疼得让人流泪 可是她却失去了 那个给她熬药的 她放弃了再次寻找一堂城 她愿她幸福 各位美女少爷 全天已完结